自2015年8月开始 慈吉巴胜之会在每个星期三举办中医门诊 为在地乡亲提供医疗服务 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都有中风的病人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理念来开始做这个医疹 从不能走到真旧了能走 所以我们觉得也是很高兴 60岁的诺卡拉组去年迎正风 失去治理能力 如今接受疗程后 妻子卢特拉总算安心 负责看病的就是陈志勇中医师 每个星期准时前来帮乡亲看诊的他 发现半年时间除了病患 志工的医疗关怀也是不容忽视 尤其很多是实际的志工 环保餐的很多都筋骨疼痛 大家会做但是也要会保养自己 不可以过度了劳损了自己 那我们可以做得久一点 也有人是大老远过来 洪明师一大早就从鸡丹岛 乘船渡海来到门诊中心 第一次拯救着他 心里原本还有一些忧虑 每个星期只有一次门诊 医师尽全力发挥良能 守护病患与志工的健康 大家新闻刘海伦大会达马来西亚报导